我左叶子请保姆赐后,家里剩饭总不见,看完监控后,我给她加薪水!和!姐姐大婚,我穿一身校服出场,亲戚们纷纷指责我,姐夫却感动落泪。 我叫晨晨,今年26岁了,我爸爸是搞房地产的家里边也很有钱,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良好的家庭环境里。 我对结婚对象也比较挑剔,不过我跟老公还算是门当户对,而且老公对我也很好我也很爱他,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幸福。 图片来源与网络 我们相爱两个月就结婚了,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 老公得知我怀孕的消息简直是要乐坏了,十个月后我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老公为了让我养好身体,在我月子期间特意给我请来了一个保姆,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保姆,不过他人看上去很老实,穿的也比较朴素,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图片来源与网络 在我做月子期间保姆悉心地照顾我,我也很喜欢这个懂事的小姑娘。 可就在保姆来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家里边的剩放剩菜总是会不见,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小保姆把这些剩放剩菜都扔掉了,可是有一天我在看监控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保姆把这些剩放剩菜都打包带走了。 于是我就找保姆 图片来源与网络 她看这些剩放剩菜扔掉了还可惜,于是她就把这些剩放剩菜打包带回家,听完她的话我觉得她很不容易,于是我就决定每个月再多给她两千块钱,这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帮助吧。 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会还是有正能量的,互帮互助总是会有回报的,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很快乐,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姐姐姐大婚,我穿一身校服出场,亲戚们纷纷指责我,姐夫却感动落泪。 我叫小西,今年22岁,是在校大学生。 我还有一个姐姐,她叫小娟,比我大五岁,我们姐妹俩的关系时好识坏。 姐姐从小交纵惯了,什么事都要挽住她的意愿来,要不然就闹得天翻地覆,无法收场。 我们家有两个女儿,在农村是不受欢迎的,经常有人说三到四。 所以父母对我们抱的希望也很大,供我们上学,在学习上的开销一点也不吝啬,就是希望我们能有出息,堵住那些人的嘴。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姐姐却让他们失望了,在我出生前,姐姐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虽然是女孩但一点也不影响爷爷奶奶宠她,结果宠成了一个自我未忠心的性子。 上晚初中,她就非要跟着别人出去打工,拦不住,父母就随她去了。 打工到23岁,爸妈就不让她去了,把她关在家里等住嫁人。 虽然姐姐性子不好,但架不住有一副好皮囊,上门说亲的还不少,最后她跟她小学同学看对眼了。 她们自己商量的婚事,不让家里过问,最后姐夫给了55万彩礼,我们都很惊讶,毕竟她家的条件也不好。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我才知道,是姐姐非得要那么多的,不给旧嫁,也不知道姐夫怎么就非姐姐不可了,把她父母的养老钱都偷出来了,硬生生把她妈气死了。 我很气愤,她们婚礼上我穿住一身笑衣去了,亲戚们都指责我,只有姐夫感动落泪了,看来她还不算太没人性。 姐姐指责我穿笑衣去了,还说我是故意诅咒爸妈,在家那儿的不可开交。 我觉得姐夫妈的死有一部分姐姐的原因,况且还没过头期,她们就办喜事,我心里为死去的人不值,我正是替她尽笑,我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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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